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洪孟凯今天表示 国庆晚会宣传影片 看不到国旗国号相关意向 台中市政府回应说 国庆晚会当然是为中华民国庆生 欲误政治口水战 今年国庆晚会首度遗失台中市举办 主题为2017一起更好 全民狂欢夜 邀请911 韦里安 戴姨良 毕淑敬等艺人演出 侯孟凯上午在国民党记者会播放 台中市政府2017一起更好 全民狂欢夜宣传影片表示 34秒的广告 只看到偶像歌手 转播单位 时间与地点 就是没有中华民国字样与国旗 他说 国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苏家 全日前到台中参加 2017一起更好 全民狂欢夜记者会 主持人却当众说邀请市民一起参与 全民狂欢夜 台中市政府拿新台币 1400多万元公筒大搞城市宣传 城市行销 对此 台中市新闻局长 卓冠婷今天回应说 国庆晚会当然是为中华民国庆生 这是国人普遍的认知 卓冠婷表示 感谢各界为首度到台中办理的国庆晚会宣传 但叛国民党物应偏见刻意操作对立 让清典的喜气沦为政治口血站 应该团结共庆国家生日 才是国家福气 而市府民政局也已发函通知各机关 于10月7日至28日在各机关 团体公司重要道路及高铁站等处宣挂国旗 台中市政府指出台湾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国号为中华民国 无论是国庆大典 国庆晚会皆为双十节期间 在台湾举办的国庆庆典 国人都普遍认知此为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不解何来疑惑之有 卓冠婷也反问 国民党日前质疑邀请卡 现在又值一门票宣传影片 难道下一步要值一晚会 现场没有秋海棠吗 这系列庆典若不是庆祝中华民国生日 不然是庆祝哪一国生日 台中国庆升席邀请卡 也遭报没有国旗与中华民国 台中市民政局强调没有刻意回避 升席当天还会发送3000只小国旗 图机层里常提供分享 台中国庆升席邀请卡 也遭报没有国旗与中华民国 台中市民政局强调没有刻意回避 升席当天还会发送3000只小国旗 图机层里常提供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